各位網友、各位親友 我繼續講這個世界盃進入16強以後 就開始一種淘汰賽了 這個淘汰賽是講明 在16強之中 你兩個人一組 你只能夠淘汰你的對手 而這個對手是抽籤決定的 所謂國安天命 而且他本身已經是國家代表隊 最優秀的足球員都在國家代表隊 所以你殺入16強已經不簡單了 你再要淘汰你的對手 那就剩下八個了 八個之後呢 以後都是這樣的了 都是淘汰賽了 就是變成四強了 四強之後 好了 那你就真的要決定要觀阿貴 電 四組 四個決賽 這個時候呢 都是淘汰賽 所以這些 在球場裡面 十足一種 好像如果真是戰場 就殺到戰場了 你不殺死 淘汰 不要說殺死 你不淘汰對方 你就沒辦法存活下來 繼續入八強 之後四強 四強之後就決賽了 就差觀阿貴 甚至電 就只有四隊 所以這個 引人入勝就是這樣 這種 在足球場呢 那種真是拼命 你可以看到足球場幾大 很大 很大的 那你這個 十一人 你能夠走遍前場 你看一下 這個十六強的比賽 就知道 是很艱辛的 這些艱辛呢 你一不小心呢 你就輸點球也好 你從頭打到尾 你家事又打 打完了之後呢 還要什麼 還要那個 還要那個 這個點球 十八十二馬 是五個人而已 哪個贏 哪個決定 所以 這個 生死存亡呢 就是 每一關都要過 所以十六強之後呢 就開始過關了 到八強 八強之後就四強 然後呢 到最後 散散的冠軍出來 就是這樣 所以 很難得 就有 連續兩次 是冠軍的 一次就應該是 過去的 在比利 球王的時候 的巴西 現在這次呢 如果法國呢 法國是上一次的 冠軍 如果這次 法國能夠贏呢 那就 第二次了 第二次出現的了 都很 很緊張 但是呢 這次 遇到兩個 兩個 黃牌 法國呢 是沒有黃牌的 但是呢 平均的隊伍呢 我們看完了 這個 八強之後 的賽程呢 我們知道呢 法國的攻守都很平均 他對英國的 那場球呢 就真的 你可以看到的 英國輸是應該的 其他那些呢 又不同說了 有些是救人的 是有些 憑這個 點球 好像 克羅尼亞地亞 就是這樣 他在 這兩界之中呢 有五次是用點球 有四次 他贏了的 那你 那怎麼說呢 日本就 淘汰了日本 這次也是 他現在又淘汰人 我們看一下這個 所以呢 我們上一次講到 荷蘭 現在 淘汰了美國 阿根廷 淘汰了 歐洲 淘汰了澳洲 克羅尼亞 淘汰了日本 巴西 淘汰了韓國 以後呢 就是英國 淘汰了 這個 塞萊 加爾 法國呢 勝了 波蘭 就是淘汰了他 摩洛哥 勝西班牙 勝西班牙 贏了西班牙 淘汰了西班牙 摩洛哥有幾多人 大家都知道了 三千七百萬 大過台灣呢 大過台灣呢 三分之一的人口 三千七百萬 但是你看到很多大國呢 有些都出不了隊的 是嗎 真的就是這樣 比如說 這個印度 今年他都可以 但是他不能入圍 中國 直接出不了一隊 這個我們大家 就希望呢 以後能夠 真是好好的 普及這個 足球 這種團體的 比賽 如果是說 單打獨鬥的呢 沒有一種團體的精神 也都不是那麼好 例如你打籃球都五個人 打足球都十一個人 所以呢 這個呢 我上一次說呢 威權時代的過去就是這樣 現在威權時代呢 我們看到很多名將在那裡 都失落了 那現在呢 美斯呢 阿根廷那個呢 這個呢 又有機會呢 是要經過八年之後呢 再入這個四強的 這個是很艱辛的一個旅程 那 好了 這次呢 我剛才講到呢 摩洛江這個問題呢 他得三千七百萬人口 葡萄牙升了瑞士 就是因為他勝了瑞士 葡萄牙本來很強項的 這個曾經得過世界盃的冠軍 他這個教練呢 他認為呢 他認為呢 贏肯這個瑞士 所以呢 就將阿斯羅 就是最有價值的 除了美斯之外呢 第二個 所謂威權的領 這種的隊長呢 他是其中一個 都不知道多少錢 一年了 OK 那你 一場 是當他是後備 不要緊 但是如果你對到強隊的時候呢 這個是不是應該呢 將你最好的球員放在 不要讓他坐冷板 這次他撞板 因為他瑞士的時候呢 不同了 所以難怪呢 第一次的時候呢 這個 斯羅已經很不高興了 聽見說要退賽 後來球會又發言說 沒有這樣的事 斯羅也說沒有 當然啦 他要使得呢 球員的軍心安定 所以他說 都未必是的 將來呢 我們就會知道 我相信呢 這一次呢 這個教練呢 難辭其咎 因為 你看看這個殺陸戰場 就是斯羅呢 沒有進去 這個後備 到了 好了 給這個 人家佔了 優勢了 然後呢 先利用他 心情又不同了 如果你一開始的 有好的 這麼的價值的球員呢 你應該當時都 給他打到盡了 你好像美斯那樣 何時不打速呢 而且這個 斯羅呢 是年少戲戲什麼 他是願意的 你不讓他沒有辦法 這個失責呢 這個教練這個領隊呢 應該扶得很大的就用 好了 那我們再講這個八強了 這個八強之中呢 這個呢 阿根廷呢 是對荷蘭 是拍什麼呢 是十二碼 是四比三 險勝而已 但是要經過八年之後 再重新入 入這個八強的 入這個四 八強之後就四強了 他現在入了 入四強了 是不是 所以呢 是不容易的 這個黑羅地亞呢 跟這個巴西呢 沒有得比的了 踢走巴西 那就沒有辦法了 是四對二 兩球不見了 那麽 這個 也都什麼 黑羅地亞呢 在這兩次 兩界的世運 他有五次 是用 是點球贏了 那你如果 那這次 就贏了日本 那這次又 踢走了巴西 巴西 這麼好的呢 被他用點球 被他捱過了之後呢 是點球贏了 有一次 所以真的這個呢 足球 我們上一次說 不記得那個 球評家 叫做五房榮 五房榮 是香港的球評家 他說 那球呢 足球的球是完的 沒有膽邊三角 沒有 有其他的 特別重量的 是完的 什麼事情都可以發生的 所以這個是不能不知道的 這個呢 值得一提的呢 雖然他踢走那個巴西 但是這個巴西最好的球員呢 公認他認為第三個了 除了美斯 和斯羅之後呢 就這個 泥馬 我們叫做泥馬 他是77球 平了 這個比里球王 因為同一個國家嘛 比里也是巴西的 他也是巴西的 他已經年富力強了 已經平了 他將來一定要勝過比里 這個不用說了 這個 我們很清楚 還有一件事呢 我們看到呢 法國對英國 法國的攻守呢 是比英國真的好的 所以他贏是應該的 最冤枉的就是 葡萄牙的教練 我剛才已經說了 這個教練呢 把斯羅呢 成為這個後備球員 那 這樣呢 使得這個 斯羅呢 就在賽前呢 已經說 傳出 說他 不想 留在司隊 想退出 但是後來 球會又反映 說不是 斯羅也都 維安甘心 也都說 我沒有這樣說過 但是呢 你要知道 上次呢 這個教練呢 是對瑞士的 這次不是喔 這次的斯羅 是對摩洛哥 剛剛我們講過摩洛哥 是3700萬人口 他能夠呢 戰勝了多少 一路那麼殺戮 連西班牙都 西班牙曾經是 世界冠軍盃的 被他踢出 然後呢 你說多重要啊 西班牙 斯羅不能夠出場呢 看到上半場呢 這個摩洛哥先進了 那你再進這個 這個斯羅呢 他心情又不一樣了 一條氣 鞠躬著 第二呢 摩洛哥越打越順 他一打開來呢 他先進球 他越打越有信心 結果呢 到了最後的時候 就是這樣輸了 我呢 其實呢 我就很想呢 Macey 和這個 王不見王 和這個斯羅 再分享一下 在哪個第一 我問現在沒有了 斯羅就說 我 早前呢 我的女兒呢 去葡萄牙 我說 你特別和我買葡萄牙的 那個 那個 郭輝來 我說 我預備呢 有機會呢 如果斯羅是 王不見王的時候呢 我願意去那裡參加 如果我的體能能夠 可以去的話 我真的想去 看看他們兩個 哪個 究竟好些 因為我看過 美斯 在香港 我已經講過了 這個 斯羅我沒看過 我真的很想去 但是 可惜我 現在變成這樣了 所以呢 現在變成 四強都出了 其中呢 很多人呢 就認為 法國呢 這個 他的隊伍呢 最健康的 因為他對英國那場呢 打得真是好 攻守都這麼好 那麥士 有個王牌在那裡 能不能夠贏他呢 我們拭目以待 但是目前呢 那斯羅又出了 出了局了 就是葡萄 出了局了 所以這個問題呢 很難講的 那波就是完的嘛 不知道在那裡 運氣也有啦 氣候也有啦 其他人的情緒也有啦 那你說叫斯羅 斯羅去給摩洛哥 都沒有人發現 因為那條氣斷了嘛 人家越打越好 你越打越 越衰敗 你那個斯羅又心急 之而此類的事 都影響很大 是不是 今天我就講到這裏 那以後就 很重要的啦 OK 到四點了 多謝